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节视频想跟大家聊一下我们刚买回来的兰花到底应不应该给它换盆 有不少的兰友新购物的兰花可能是带花苞的 很多人都觉得如果它带了花苞,我们先去动它的根系 一定会对它造成一个开花上的影响 所以呢,我们就应该先等它开完花,然后再去给它换盆 其实这种做法在我看来不是一个最合适的一个做法 首先呢,我们要知道的是一盆兰花它从兰场到我们家里 它的环境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 大家可以发现我们从超市购了兰花 基本上都是种在这样的一个塑料盆里面 然后呢,它只有底部有底孔 但是在兰场里面,这些兰花却依然长得很好 能够开出很漂亮的花来 是因为兰场的环境真的非常的通风 所以当兰花来到我们家的时候 不管它带不带花苞 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给它拖盆 第二件事情,拖完盆以后我们该如何处理呢 我们是应该给它把质料全部拆掉 然后换新的质料给它重新种 还是说有别的什么操作呢 这完全取决于你的质料是否已经老化了 是否已经开始有发霉的迹象 然后根是否已经出现了烂根的现象 今天我就拿这一盆我刚刚新买的卡特兰 来作为一个案例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应该如何操作 首先,根据我刚刚说的第一件事情 无论它带不带花苞 我们都必须先给它拖盆 我们在拖盆的时候要注意呢 先把质料要先淋湿一点 根系呢,比较湿润的情况下 那么根会比较柔软 不会那么的脆 所以我们拖盆的时候呢 对它造成的这个伤害呢 就会更加小一些 我们先把这个周围轻轻的捏一捏 让它松动松动 然后我们抓住它的这个根部 甲铃镜根部的位置呢 轻轻的这样子去转动一下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呢 我就会把这个盆子给剪掉了 好,它现在已经有点松了 根系呢,总的来说呢 还是可以的 可以看到它这里有很多 嫩的水晶头的根间 已经正在生长了 然后它底部这里也是正在生长 卡特兰呢 是需要非常疏松透气的 一个质料的 它们喜欢根部 只是带有一点点潮气的感觉 然后它们喜欢 它们的这个植株的上部呢 空气当中的湿度呢 相对比较大 所以呢,它们其实在质料上面呢 我们不应该给它过于保湿的质料 比如说在加拿大地区呢 我就非常不建议大家用纯水苔的质料 可以看得出来它这个质料啊 种的时间可能有点久了 就是已经变得有一些 嗯,就是有一点沉渣渣的那种感觉了 所以呢,我还是稍微的给它去 换一下它的这个质料 动作一定要稍微轻一些 好,拆到这个程度呢 哇,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这个长得真的是非常的健康啊 看它这中间呢 冒出了很多新的根啊 都是胖胖的 非常漂亮的水晶头啊 它的这个根系啊 并没有出现多非常多腐败的情况 它只有一些中间的根 个别有一些些 很少的一些空根的一些现象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稍微做一下处理就好了 兰花的生长非常需要植料当中的蓝菌 那么它原来的这个植料当中呢 肯定是有非常多的蓝菌的 所以呢,我们就应该不能完全的去摒弃掉这些植料 只要它还没有发霉啊 我们还是可以用一部分的植料 那么我会把新旧植料一样摻一半 来对它进行一个种植 看这个地方 还有个很小很嫩 放饱满健康的芽 在这个位置 那么大家在做这个换盆的动作的时候 一定要去注意保护这些新根 以及这些新芽 好了,我现在稍微的呢 就是处理一下这种 有一点点腐坏的老根 其实它这个根也不能叫做腐烂 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正常的 一个新尘代谢 这一坨的根 就相对来说呢 是最老的这个甲林镜底下 很久以前发出来的根 那么它们现在已经失去了 它们的这个活力了 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 烂根是个什么情况呢 烂根是说它那个根系啊 变得很黑 然后呢 而且是在一些很粗壮的根上 都发生了这种现象 而不是这种老根嘛 比如说如果像这些新长出来的 这些外面的根 如果都是黑黑的 然后都是别别的 那么那种呢 就是出现烂根的现象 像这些在它的内部 由于已经过了非常非常多年了 然后像这种老化的根 其实呢 它就不能算是烂根 我个人认为 因为它就是一个时间久了嘛 然后它这个里面的质料啊 像蓝场 它基本上都是不会 就是给它去换里面的质料的 那可能都非常非常多年了 所以呢 像这种的话呢 我觉得它就是一些正常的老化的根 我们就这样把它稍微做一下 处理其实就OK了 好了 清理到这个程度呢 就差不多可以了 就是它已经没有任何的那个老的干笔的根系了 对于一颗比较健康的蓝花来说啊 我们其实是没有必要去把它做过分的清理的 因为这样你会把它的一些蓝菌清洗的过于干净 然后用上全新的质料 其实这个时候很多蓝友就会发现 为什么我的蓝花开始不长了 或者是甚至是我的蓝花以前还不烂的 我买回来的时候根还是好好的 怎么就突然开始烂根了 那就是因为它没有办法去适应这样一个新的环境 所以呢 我建议大家的就是 这个蓝花既然这么健康 那么质料呢 不需要拆得很干净 然后呢 也不需要做什么消毒啊 量根的操作 像虽然我刚刚进行了一些处理 但那都是一些比较老的根系 那么减料呢 对它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不会很大 而且完全不需要去量根 也不需要去进行消毒 因为它本身并没有一些黑腐病啊 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健康问题 那么我们何必多次一举呢 质料的话 还像我刚刚说的 我会把旧质料和新质料 一样一半进行一个混合 然后呢 让它的质料当中还依然有一部分之前的蓝菌 这样的话 它会更加容易的浮盆 我现在呢 找的是一个大概四寸左右的盆子吧 比它原来的盆子要稍微大了一圈 我们呢 就可以把它先放下去 看一下这个大小 那么整体来说呢 它这个大小是OK的 因为兰花它还是喜欢比较小一点的盆子 盆内的干湿循环如果越慢 那么它浮盆也会越慢 然后它的长势呢 也会越不好 如果说大家是新手 那么建议大家就是要用一个相对小一点的盆子 只要你能够让它的根系完全的放进去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大小就是合适的 这边呢 是我已经事先已经泡好的质料 那么大概是40%的水苔配上60%的颗粒比较小的这个树皮 卡特兰呢 对于这种颗粒较大的质料 它是相当喜欢的 那因为我们这边呢 空气还比较干燥 所以呢 在适当的配上一些水苔 种的时候呢 也是要注意啊 就是因为它是那个附身蓝嘛 附身蓝大家想象一下它的场景 就是它的根系呢 喜欢去抱着树干 所以呢 我们在种的时候呢 要尽量的先把它的中心位置给填满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先轻轻的这样子呢 把它的这个中心先填上 然后尽量让这个根啊 有一种抱着一团很牢固的质料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可以先稍微的这样去前冲一下 它的中心 然后呢 我们再把它小心的放回到这个桃盆里面 那么对于卡特兰的种植呢 有一点还要注意的就是 那么为了让它能有充足的一个生长的空间 那么我们尽量的呢 就是要把这个比较活跃的部位 这种新的这个甲铃精的位置呢 尽量种的盆的中间一点 然后呢 把更多的空间留出来 给它去发新的芽 长新的甲铃精 所以我们尽量的往左边靠 然后把右边的这个空间留出来 其实塞质料呢 也非常有技巧 就是大家塞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我不能把它塞得太紧 但是也不能太松 如果太松的话呢 它的根系觉得不够牢固 它的依附的这个质料不牢固 那么它的根系也会生长迟缓 甚至是停止生长 如果你塞得太紧的话呢 那么整个质料呢 又不够透气 也是不太好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就是 我们塞质料的时候呢 要尽量的就是这样 稍微的去这样塞一塞 但是呢 又不能拼命的把它塞得非常紧 好不透气的感觉 那么这个度呢 大家要自己的去好好地体会一下 就是你感觉到它很稳固 但是呢 又不能说紧的密不透风 好了 我们现在呢 差不多就种好了 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呢 就是在它的这个根茎的根部的这个位置 还是要让它露出这个质料表面的 因为它们的这个根茎的位置呢 尤其是这一节啊 是非常容易 如果说长期在这个很湿的质料里面 是很容易发生一些黑幅的 所以呢 像这个位置呢 就是建议大家都要把它给露出来 那么它们新长的根呢 我们其实还是要照顾到一些的 所以我们可以在表面呢 就是放一些这种柔软一点的水苔 给它稍微盖一下它这个根 然后给它一个保湿 然后像这边也是 看 就这样稍微给它盖住一下 那像它下面这个新芽呢 那么我们就不要把它给埋得太深了 因为这样它也是会很容易 会有一个黑幅的一个现象 我们给它稍微这样露出来一点 就这样 就差不多可以了 好了 那现在这个 卡特兰呢 我们就已经算是种好了 像这个质料它是带着潮气的 所以我们这个阶段呢 就不需要再给它进行任何的浇水了 直到它的质料全部干透以后呢 我们再给它进行一个浇水 大家要注意就是 头几次的这个浇水呢 都不宜太多 因为它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浮盆 我们要等到大概在 差不多过一个月左右吧 等到它的根系在这个新的盆里面 生长一段时间以后呢 我们接下来的浇水就可以恢复正常了 最后呢 我们再对本节视频进行一个总结 我们新买回来的卡特兰呢 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给它脱盆 先看一下它盆内的情况 它的情况如果还比较好 那么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清理动作 然后就可以要进行上盆 质料的话呢 老质料和新质料各用一半 来保存部分它曾经的一些蓝菌 这样会更有利于它进行浮盆 对于买回来就带花包的卡特兰来说呢 第一步还是要脱盆 脱完盆 我们看一下它的根系 如果它的根系还是比较好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什么都不用做 我们就放在那里 换一个大一点的一个盆子 然后让它的根系呢 有一个更好的通风 这样我们就可以正常的赏花了 然后也可以正常的养护 第二种情况就是 如果大家打开盆子发现 它的根系呢 不算特别好 那么大家呢 可以稍微做一下清理 简单的清理 把一些腐黑的根系给减掉 然后呢 再像我刚刚这种方式呢 给它重新种上盆 这样子的话呢 对它的这个开花呢 基本上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而且这样做一个很大的好处 就是说 它不至于在你 什么都不做以后 等到它开完花 然后呢 你会发现 它的整体状态 一下子差了很多 刚回来的时候 甲铃铅还是饱满的 开完花 甲铃铅瞬间就缩了 整个植株会变得 非常的没有精神 而且营养流失的 非常的严重 那那种情况下 基本上都是 它的根系又不好 然后呢 你还不给它 做一个 根系的一个处理 并且还让它 这样子把花给开完了 对它的体力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小好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新手 它买回来的卡特兰 开完花以后 它正常换盆 但是卡特兰 还是一蹶不振 然后最后走向死亡 很大的一个原因 就是刚买回来的时候 我们没有对它 做一个正确的处理 好了 我们本节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觉得 有帮助的话呢 就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大家的订阅 点评和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